老板因为在外面出差 所以委托我给大家 简单地介绍一下菜品 那你们这就两桌吗 你每天 我们还是有别的的 其他的包房是不是 对 这边的游客比食客多 对 怎么解释呢 因为我们开在附近 也是属于游客 比较多的一些地区 在这个地方玩了一会儿 他会找的地方吃饭 就来到我们这里 就先到下面参观 飞移的那些手工艺品 然后上来吃饭 对的 他会是以一个团的行动吗 到这里来吃饭 就是那种旅行团 都有的 以游客为主还是 是不是过了长卷之后 就是广东了 对 你看我有在认真观察 做招好不好 有 你厉害 对 那你现在你这边的菜色 是以粤菜还是香菜多呢 以称州11个地区的特色 为主题 雷辣椒是吗 皮蛋没辣 饺子一定很好吃 好好吃 那个 这个是苏仙岭的夫子肉 夫子肉 这个是 这个是青丝银鱼汤 这个是米豆腐吗 这个就是黄瓷巴大和瓷巴 这是瓷巴 刚刚用的瓷巴 那个就是 青州鱼粉 这个是鱼粉 这小饺子 这是什么饺子 这是米饺子 这是鱼洞 用的东江湖的鱼 就是我们刚吃的那种大雄鱼 对不对 对 东江大雄鱼 对 这个是永兴烧鸡公 烧鸡公 烧鸡公 大家用餐愉快 谢谢主厨 谢谢 你知道在台湾吃尾牙的时候 如果那个鸡头指向谁 谁就是那个下一个要离开公司的人 是吗 你看鸡头 快看这个鸡头指向了你 你看鸡头指向了你 你就是今天把恶鸡 你们如果用这种方式都能演到我身上 我无话可说 转一下鸡头对谁 谁就是卧底 好 等它停 等它停 看它转到谁 哎 我 恭喜你 Ella 你是今天的卧底时刻 这有什么好东西的 又是我 你们 我不是 有人敢吃这个 这是什么东西 鸡腹 鸡腹 这个烧鸡腹一定要尝一尝 据说是春州的名菜 它是当地的跑地鸡 每一个人到春州的时候 必点烧鸡腹 永兴的烧鸡腹 用的是小公鸡 小公鸡活泼好动 肉质紧实 鸡味浓郁 风味物质丰富 在制作时 将小公鸡剁开 加入姜葱段 在高压锅中焖煮 起油锅下蒜头 爆炒入味 呈现在客人面前的 是带着山野味道的 永兴烧鸡弓 那我要试试看 这个鸡好好吃哦 就是三福天吃烧鸡弓 是驱湿的 然后冬天会驱寒 它是太辣 很辣 这个很辣 不辣 什么 之后 之后 你确定 之后 之后 不辣 不辣 你确定 那可以 你已经进步了 好 好 那我到底是吃到什么辣成这样 不 但是我吃那个是辣的 对嘛 烧鸡吧 烧鸡 好吗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后来 对 烧鸡弓是有后劲的 就是你吃的时候 正吃的时候不辣 我可以吃这个 我们现在吃的叫鸡粥焰 所以每个东西都辣 鱼粉 辣 我一定要尝尝这个有名的鱼粉 身为湖南人的我没有吃过 鸡好吃 我对这个鱼粉情有独钟 一般其实做粉可能都会用鸡汤 或者是排骨汤 但是它用那个鱼汤去煮那个粉 它那个鱼原本里面的那个鱼肉的鲜味 浸到了那个米粉里面 但是它不腥 要不然就是本身它鱼不腥 对 就是好的鱼 因为东江鱼嘛 谁知好啊 郑州的米粉多自己手工制作 有韧劲 鱼肉米粉的汤底也比较特别 将当地连鱼的鱼肉改刀成块 下油锅间 加入蜜质的朝天红椒粉 豆糕茶油 再加汤熬煮成一个鱼肉汤 将米粉加入鱼汤中一起炖煮 形成了美味的鱼肉米粉 米粉的弹爽与鱼肉的酸鲜辣 交汇在一起 美味无敌 我要试试看这个鱼肉 好吃吗 太辣 太辣了吗 我自己小口 味道很足 但是是辣的 我会试试 what happens 我都觉得 我觉得比起超级工 这个粉比较辣 找到辣椒粉 这个辣椒粉 要先吃呢 这个 汤 汤 没问题 肯定没有那么辣了 你真的是很辣的女孩 越南辣妹 其实这地方的菜还算挺正宗的 所以这个地方 我觉得还挺靠谱的 我觉得 第一个跟这个都很不像餐厅 你说这里一般高档 这样预约的餐厅 应该会有一个厕所 在房间里面 因为不能出去 很有可能这里是招待喝茶 品茶 但是我不太相信这里会招待吃饭 所以我觉得这两家都不太像 但是我觉得这家很像 是因为我觉得它很合理 就是它在旅游区 那第一家和第二家你选哪家 我觉得第一家 也许它是外面的餐馆 里面其实是给人参观用的 但有可能节目主 就故意设计这个东西 所以你觉得第一家是设计的 第二家 我看到女孩 我看到她 我看到她 她真的想要做这些事情 更好 更好 这个人 让我感觉 你觉得故事是真实的 我觉得那么样我们就导向思考 就是第一家跟这一家 其实都有一点不合理 只有第二家是最像食堂的人 那是不是她是反的 也有可能 怎么了 分享一下 她在想 她在思考这个逻辑 因为她觉得第一家跟这一家 是最不像的 然后反而第二家是最像的 凸显出第二家可能是最有问题的 你是反着来 她觉得人比较重要 她每次都是感觉人的 她每次都是感觉人的 比较重要 她每次都是感觉人的 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挺靠谱的 我也觉得 好 我们称州的三家店铺 已经全部探索完毕 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最终投票环节 好 走吧